柬埔寨詐騙事件越演越烈, 全因網紅好棒Bump發佈相關救援影片, 才引起政府單位關注。 她前後解救了超過40名台灣人, 但因多次提及台灣外交部刁欄不發臨時護照, 遭到外交部發新聞稿指控非事實, 甚至表示她的影片內容有誤,令她徹底被惹怒, 說你們只要再敢說我誤導民眾, 我就每日開直播,拍影片, 聯合所有力量控訴到你們下台為止。 她都痛心表示,新聞媒體和警政單位以多次呼籲民眾 不要再受騙上當,如果還是有人說不聽, 未來我們不會再救了, 並在社交平台宣佈, 詐騙解碼系列永久停根。